Hello大家好 今天要来测试的是名将的新镜头 AF27mm f2.8 XF 这个是名将的第二支自动对焦镜头 它是富士的X卡口 所以我也借了一台富士的X Pro 3来进行测试 最关键的是这支镜头才93克 750元人民币 它的表现到底如何 我们下面的内容马上带大家去一探究竟 大冬天拍照不易 请喜欢的朋友点赞投币支持一下 这支镜头的规格情况先和大家汇报一下 这是一支非常便携的镜头 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归入饼干头的范畴里面 它的外观造型与富士原厂的 XF27mm f2.8 R WR镜头基本一致 同样的焦距规格 同样的最大光圈值 同样的39mm口径 同样的金属镜头 最近对焦距离上面 也基本上一致 光学结构方面 富士是七片五组 包括一片飞球面积 铭匠是六片五组 包括两片高折射晶片 同样的七片光圈叶片 富士是圆形光圈叶片 铭匠则是七边形 重量上富士是84克 铭匠是93克 另外富士有防尘防低的能力 名将没有提这方面的能力 而两者定价 富士的官方价格是2690元 一贯走清明线路的名将是750元 两者相差将近2000元人民币 也正是这2000元的差价 让我不仅有些好奇 这个到底可不可用 画质能接受吗 操作性能是不是跟得上 所以这将会是本期视频 早中要去考察的部分 今天用第一视角 扫接的这样的一种视频的方式 来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这次镜头在扫接的时候的 一种操作的体验 以及我回头回来谈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使用感受 Let's go 说实话 这种小镜头 饼干镜头 在拍的时候的乐趣是非常高的 因为你身体没什么负担 到处走走 拎着一台小相机 然后拍一些你想要拍的片子 就很开心的那个状态 同时呢 小镜头呢 也不会对这些路人 产生特别大的一种压迫感 所以感觉上面会更友好一些 不过不须显速到一种压迫感 就是彼此的地面 短暗无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7毫米f2.8 焦距相当于40.5毫米 和现在非常火的黎光机R3X的焦距基本一致 40毫米介于人文摄影当中最常用的35毫米和50毫米之间 很适合拍摄一些主体比较突出的画面 也很适合近物 小品 人像的拍摄 另外它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色孔人式的扫揭镜头 因为确实不需要靠得太近就能够拍到你想要的范围 镜头分太灰色和黑色两种配色 这次拿到的是太黑色的版本 搭配在富士X Pro 3机身上面显得非常的小巧 仿佛是在用一台X100系列一样 确实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经常带着大镜头出门的 毕竟摄影这件事对很多爱好者来说 不是一件每天非做不可的事情 一单器材比较庞大了 虽然可能很专业 抚摸起来很爽 但是还是得自己背 一些人想偷偷来 是不是可以用更轻更小的器材 来让自己依然能够保持随身携带相机的好奇观 所以这种饼干镜头就是它的存在价值 一些人还想省点钱 能不能用更便宜的价格达到类似的效果 名将这支镜头就是替代原厂镜头的平价版本 镜头有机械光圈环 最大F2.8 最小F16 以1分之1档为单位进行调节 F2.8的档位上面是用蓝色进行标识 看起来比较独特 光圈环上面也有A档的档位 可以配合快门优先进行自动调整光圈 因为这支镜头的定位是一支饼干镜头 主打的是小巧轻便 它的重量也只有93克 所以不光镜头小 光圈环对焦环这些部分也都是非常纤细的 光圈环非常细小 但两侧设计有凸起 方便的用大拇指和狮子捏住它进行调节 对焦环上的纹理非常明显 能和光圈环有明显的区别 并且两个环的转动手感都非常的不错 做莱卡M卡口手动对焦镜头起家的名将在这点上面显然是比较有经验 镜头后盖上面有触点和USB-C接口用来以后升级固件 镜头画幅是APS-C的 目前只有富士的卡口 镜头前口径是39毫米 配有一个金属遮光罩采用内凹的设计 口径也是39毫米的 所以镜头盖既可以盖在镜头上面 也可以直接装在遮光罩上面来使用 非常的方便 这个遮光罩虽然很小巧 但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在逆光的场景里面 会比外开口的这种遮光罩有更强的遮光能力 在没有使用遮光罩的照片里面 可以看到胶外部分带有一些眩光 装上之后就会明显的减轻了很多 胶外部分的反差也会正常了不少 顺便提一句 这个镜头的抗眩光能力算是比较理想的 很可惜XPLUS3没有视频输出的接口 没有办法录屏给大家看具体的抗眩光表现 所以我就用XPLUS3的视频模式拍了一段4K视频 来看看抗眩光能力 而我们最关心的是作为一支自动对焦镜头 它的AF性能到底怎么样 作为一支第三方镜头 它与机身之间的通讯是否如原厂般 完美顺畅 镜头采用STM加导罗感性布镜马达 这类马达体积小对焦平稳流长 最近我进行了大量的试拍 结论是无论使用单次对焦还是连续对焦 无论是单点对焦还是广域对焦 都是干脆利落的表现 人脸识别率很高 人眼对焦也有着非常积极的响应 人脸识别 人眼识别 通通出现了 不错啊 连续对焦顺畅快速 总之自动对焦在拍摄静态照片这一块 没有给我造成什么困扰 原厂镜头怎么用 你就怎么用 手动对焦的手感恐怕比原厂镜头还会更好一些 对焦时有轻微的马达声 但这些只有在机器安静的环境下面才能感觉得到 如果你在街上扫街 那个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据说富士原厂那支也有类似的声音 所以就没事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画质方面 我在冬日的午后在多伦多街头拍摄了不少的照片 实在抱歉现在的多伦多是最丑的时候 黄雁的已经没有了 雪刚刚下了一点点 地上的感觉脏脏的 我跑了好多地方 也只敢说尽力去拍一些能够体现画质的照片 OK nice 我的结论是 在最大光圈下面 画质有一点点肉 并且暗角比较明显 边缘画质下降倒不是很明显 当光圈收到F4 F5.6 F8的时候 画质有明显的提升 暗角也逐渐的降低 F11的锐度并没有变得更好 感觉上最佳光圈是在F5.6到F8这个范围之内 我觉得有些场合暗角还是挺好玩的 尤其是可以给苍白的天空带来一些氛围感 一些有气氛的照片 尤其是天空你希望它有点像渐变似的 带点暗角的感觉 那么F2.8真的是个好选择 色彩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足 属于中规中矩的表现 再加上富士胶片色彩风格 还是有很多可玩的地方 让这个镜头本身的发色 变得不是那么具有决定性 F2.8对于APS-C的画幅来说 并不算特别大的光圈 因为等效的虚化效果 比全画幅的F4还要稍微再弱一些 但掌握好拍摄距离 还是能有不错的虚化能力的 光斑的表现方面 F2.8的时候 画面的中心区域 光斑非常圆 但这个光斑的填区并不大 稍微向外一点点 就开始有口径时 也就是越靠边的光斑 越像柠檬的形状 最近对焦距离是0.35米 在最近对焦距离下 焦外会带有一些玄焦的效果 玄焦最明显的是在F2.8下面 并且要近距离的拍摄 这个算是这次镜头的 一个额外的bonus 拍拍镜舞小品 焦外多点变化 可玩性也是不错的 各种场合下面都没有发现紫边 有一定的呼吸效应 其实我们花700多块钱买这支镜头 真的是涂它的分辨率爆表 焦外丝滑吗 用膝盖想都知道 这是不现实的 关注饼干头的人 大部分应该都是希望有一支 小巧轻便的镜头 日常更生 塞在通勤的包里面 想要拍的时候掏出来就可以拍 不想拍的时候安安静静的放在包里面 也完全没有什么负担 而且很多这一类饼干头的玩家 都是拍照多年的资深用户 知道如何去找到适合自己的焦局 知道扬长弊短 用镜头的填曲去拍照 又知道如何利用镜头的特点 去玩一些按角或者玄焦之类的小花招 让照片锦上添花 所以当富士用户有类似的想法的时候 可以在考虑原厂镜头的同时 也考虑一下这支名将的AF27mm f2.8 xf 画质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对焦很稳 颜值做工也配得上富士的机身 另外省下的这2000块钱 好像又可以买一支别的镜头玩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留言 好我是摄影师张千玲 我们下期再见